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的总共的用户有超过了15000人的Active用户 在加入OneXF之前呢 我是专门卖电子游戏机的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较难维持 所以我才找到了OneXOX 当我看了这个产品的他们的好处 我觉得是能够卖的 因为在市场很少找到的 就好比你28个月里面不用再加额了 根本就没有机会说时间过期了 还有Incentive那边很吸引人 我们这个生意是他有用我们就有的抽 过他在这个当心卡他用了10年 我们的Incentive就有10年这样久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OneXF的公司 我们走的一个营销理念 就是说我们走的是profit sharing 而且它公司走的是一个commission的制度 一个commission制度的公司来讲 如果是今天我有开这店做一门生意 但如果是改天我有一天我很累了 我不想做的 我把我的生意关掉 这个公司是完全一毛钱都不会再付给我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行业 所以可是OneXF最大的吸引力就是 即使我很累 我不想在Georgia的生意 可是他一直持续性地一直给我 创造额外的手段 通常我的学生就跟我说 这个公司就是一个举手 很好用的 介绍没错的这个台 他没想到一时怕他过期 我觉得一旦XF跟OneXF 和平过后 我们大家都会更有信心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OneXF跟XF 他们是没有分别了 尤其是我XF最近赞助了很多大型的演唱会 以及邀请到拿出李宗伟 成为我们品牌的代言人 我相信这会对我们的代理还有用户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非常感谢OneXF 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有一个五到六位数的收入 One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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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